哈喽,大家好,我是纸淘老婆的老婆哥,俗话说的好,入对圈子跟对人,今天到了周五了,明天大家都能歇班了,老婆哥在这里给大家上一对重器,这对重器是老婆哥精心收藏多年的好东西,就这对东西我告诉大家,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气死官,哪怕官友跟他们在一起比也是会逊色许多,那么我们就来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首先看这对瓶子,是一对非常非常精美的一对丛饰瓶,那么这一对瓶子可以称得上真真正正的气死官的东西,就是哪怕我们的官友可能跟他在一块比都要逊色许多,那么我们这件重器大家看一下的外观,我们都知道这种口是圆的,身子是方的,底是圆的,我们管的叫做丛饰瓶,大家都知道丛饰瓶它是从古代的玉丛得来的,然后口是圆的代表天,然后底下是方的代表地,也就是上里天,下里地, 所以说从饰瓶的过去,它是作为礼器的,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一种,而且品级等级是极高的这么一种气形存在的,那么老郭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会让过和介绍过咱们这种从饰瓶的这种气形,大家都知道从饰瓶它这种气形是十分高贵的,在我们瓷器当中它也是属于极品的这么一类,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它的主画片,大家看这个对瓶子它是成双成对的,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图案,图案画的也是成双成对的, 就难得成对的,就是一般在我们气形当中,如果它是成对的,它的价值肯定要大于两个的价值,也就是一加一等于三,就相当于三个的价值,所以说一般我们在瓷器当中都会凑对,哪怕是一个瓶子,一个罐子,或者是一个盘子,如果能凑成对的话,它的价值就会大幅的提升,我们那个画片大家看一下,首先它是属于一个松石绿柚,这种绿是发绿,并不是发蓝,大家都知道松石一共会有两种颜色, 一种就是发绿颜色的,一种是发蓝颜色的,我们这个松石绿它是一个绿地的,确实是发绿的这种颜色,微微带一点蓝色,然后它的主画片看一下,主画片画的是一只大大的梅花,而且这种梅花盛开的非常的丰满,然后在我们的梅花上面会有两只喜鹊,一只喜鹊是站在树枝上,另一只喜鹊是低头飞翔的这种姿势,两只喜鹊呈护望状,画的唯妙唯笑,有一种朝朝暮暮的这种感觉,我们这种寓意又非常好,洗上眉梢,或者 我们叫做双喜临门,所以说寓意非常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梅花,梅花画的是非常的舒展,大家看了吗,这只大树的梅花,花瓣的画的也非常的多,比较繁复,在我们梅花下面也会有一束牡丹花,有花卉题材的并少不了牡丹,牡丹代表大富大贵也代表着王权,这又画有一只蝴蝶,蝴蝶代表冒蝶之意,就是代表长寿之意,又代表着蝶练花的这种题材,代表着美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它口部的纹饰,口部同样会有也是梅花,然后 会有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纹饰,无论是从口部到肩部,还是到我们的主纹饰,画的都是非常的反腐,肩部画的是蝉织莲花的这种图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底部,底部同样是会有蝉织花卉,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气身都是画有我们这个图案,画的也是非常的丰满,非常漂亮,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事屏会有四个开窗,四个面,四个面它同样都是会有我们这个纹饰, 那么既然是一对的瓶子,那么肯定它四个画片都是一模,四个画片都能相互对应,我们再看这个画片,这画片也是画了一束大大的梅花,然后就有一只喜鹊,这也是成对,成呼应状的,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画片,我们看一下,它每一个画片都能成呼应状,我们这一面的画片同样也是,会有是两只喜鹊, 然后它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折肢梅,我们看一下这也是两只喜鹊,它们又成呼应状,包括梅花,包括喜鹊的姿势,都是成呼应状,包括我们口部的梅花,大家看了吗,都是成对应状的,看了吗,这个纸跟这个纸,这个滑板跟这个滑板,都是成对应状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对的,我们再看第四个面,第四个面又是一个单只的喜鹊,第四个面又是单只的喜鹊,看一下,它又是成呼应状的,我们看喜鹊,梅花,包括我们上面的梅花的, 折肢,都是成呼应状的,包括我们这个假山洞石,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对从事屏,那决定的画的是极细极细的,而且这一对是真真正正正的一对,它不可能是批量生产的,这一对一定是定烧的,而且是一个人绘制成功的,并不像我们一些的普品,它都不会是成对制造,或者成对烧造的,更不是一个艺人画出来的,然后他们都是入窑烧造以后后配对,像这种东西,精美的这种东西,它都是定烧的,一做就做成一对,它是由一个 色匠人绘制,是入窑一起烧造的,所以说它的配对程度,匹配程度,可以说天和的一做,我们说了半天了,大家知道这对瓶子它是属于什么彩吗,这个不是属于粉彩,也不属于五彩,它是属于一个大名鼎鼎的,叫做素三彩,也是属于五彩系列里面的一种,但是它的材料颜色没有红色,它的素三彩主要就是我们黑色绿色跟褶色,然后衬托了我们这种底色,就是松石绿柚,大家都知道松石绿柚的东西都是非常高贵的,非常高雅的东西,品级等级, 要比我们一些其他的优色的品级等级要高很多,特别是又配我们人见人爱,大家非常喜欢的梅花跟喜鹊,那么就让我们这个瓶子展现出更美的一面,那我们这对瓶子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材料画法,像这种梅花的这种画法,以及这种材料,大家看到它身上通体的蛤蜊光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光绪时期的,就是最低最低最晚最晚给大家包了个光绪时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底胎, 无论底胎的干扰程度,以及它的修胎的修足方式,都是属于我们最晚到清晚时期的,没有任何的争议,东西是非常开门的一件东西,是大开门的,大家都知道素三彩这种材料的蛤蜊光是非常明显的,之前给大家会让过那种素三彩的东西,上面都是通体的蛤蜊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体保光,也就是保光四溢, 也就是说经过长年累月,我们这个材料里面含铅的物质,游离到了我们这些材料跟磁器的表面,就形成了我们这种通体的开门的这种蛤蜊光,我们又管的叫做无光实色的光运,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口部,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呢,它不是整个拉皮成型的,但是它这个口部是拉皮成型的,圆的都可以拉皮,大家看一下拉皮痕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这个四个面,它都是由拼接而成的,四个面都是先做好了, 然后再拼接在一起,做工是极其的复杂,而且这个四个面要烧到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平整,凹凸不平,但是我们这四个面极其的平整,也就是说它的做工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的一个高度,特别是我们这对瓶子的做工,它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没有任何的变形,青岛,歪斜,以及我们这种瓷器面的凹骨都没有,所以说这一对瓶子堪称就是完美,就是定烧的一个完美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另一只的胎底, 另一只胎底也是,十分的干老,非常吸引我,这个东西最晚是到晚清时期,实际上线是可以看到我们咸峰的,这是只是老货哥,可以告诉大家,上线可以看到咸峰,最晚最晚是到我们晚清,整个的这两个瓶子身上都是这种通体的隔离光,五光十色,非常非常漂亮,实物的隔离光要比这个好看得多,就是这一对瓶子要摆在家里,那堪称就是什么,堪称一对绝世真品,就是你很难再见到第二对一门, 一样的,有可能在世间流传的,就这么一对完美的东西,我们量一下它的尺寸,那么我们这一对瓶子,它的总高度是26厘米,然后它的对角达到了15.5厘米,对角长度,然后它的宽度达到了11.2厘米,也就是说个体非常的大,而且上手的分量也比较沉一些,比较沉重,这一对决定堪称上是非常完美的,包括它的化工制作,以及它的修批修胎,包括物窑烧灶, 就是这些控制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电子温控,包括电脑印花这一块,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一对做的是非常的完美,真是堪称是当时的这么一件,精工细作的一件杰作,那这一对精美的瓶子又配有原来的红木底座,这是红木的,不是一般的木头,也不是压缩木,大家可以去拿回去,可以闻一闻看一看,带有一种红木的香味, 而且我们这一对瓶子还配有精美的景盒,大家看一下,这种蓝色的金龙的景盒,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对东西,那么这一对瓶子它并不是一个全美品,这个在我们流传到国外以后,我们这个瓶子底下,每个瓶子底下打了一个孔,老外给他打了一个孔,那么这个孔做了一下小小的修补,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这个瓶子不完美的地方,如果这一对瓶子没有这个孔的话,大家事想而知, 它的价值,因为这一对瓶子如果没这个孔的话,价值应该是在五到六万元,毕竟我们一般的官邀也是无法比拟的,像这一对瓶子的精美程度,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孔以后,我们这个价值大打折扣了,那么它的价格肯定是要远远低于全品的,可能是比全品的一半还要低价格,但是这一对精美的瓶子也不可能再见到第二对的,像这种东西,绝对是一个收藏机,是可以传世,是一代一代传给我们后人的这一对好东西,带着景盒,带着我们红木的瓶子, 那么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像这种东西,你不可能见到第二对,而且这一辈子这一生可能就只能遇到这一对,有缘的话就把它请回去,今天的视频老婆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像这种东西你不可能再见到第二对在市场上,老婆哥也不可能再遇到第二对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像这种东西是我们真真正正是值得收藏的,老婆哥在手中也是放了好长时间了,今天没什么东西了,就只能拿出这么一对精美的瓷器来汇上给大家,那么喜欢的话就联系老婆哥,那么今天 视频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对老婆哥的支持,也祝大家的周末愉快,好小伙伴就找老婆哥哦